廣東潮食蝙蝠, 蒸炒煮都得 這些一隻隻懶藏的蝙蝠, 全部都摸皮 看起來都噁心 但廣東人不怕死, 照煮來吃 紹興還有人專注蝙蝠來賣給酒樓 雖然當地專家已經警告, 當年沙士就是由蝙蝠傳染給果子梨再傳人類 但因為, 內地人對食野味的文化根深替故, 很難改變 目前能夠完全倒絕它, 我估計相當長的時間 我估計是很難 我們南方人對野生動物那種, 吃野生動物的習慣 不是說我和你一句話兩句話, 他就不捨 而廣東省疾控中心的專家更加呼籲民眾 停止食用野生動物